高温市7月7号新增确诊个案共3437例 从每日的个案数来看 到了周二都是当周最高 但是这个月以来一直节节下降 也代表高温市的疫情从5月起的高原期 即将进入了平原期 过去的一个波段分析上面 每一周的周二会来到最高点 那之后会持续的往下 那直到礼拜天 而礼拜一次周的礼拜一会是最低点 那我们在每一周大概已经有四周 是这样子的循环模式 现在是在疫情 我们已经逐渐的趋缓 但是怎么样能够有一个防疫的新生活 就是在防疫之下要逐渐的恢复正常生活 配合中央的振兴计划 高温市也推出相关的补助 周日到周四的平日 针对安心旅宿 动物友善旅馆 以及无障碍旅宿的住宿 高温市加码到1000以及1500元 周五再补物 也就是中央没有补助的星期五 杠市也补助500元 同时相信大家在这几个月期间门坏了 杠市也在七八月的暑假期间 推出满满的活动 让大家都能够度过难忘的夏日 七八月的整个暑假高雄市都是你的游乐园 高雄市政府统合各局处 我们在七八月的暑假里面 有包括启金黑沙玩意节 啤酒加年华 相信大家今天也都已经知道了 我们邀请到我们的国民节 光头要来当我们的开场嘉宾 那另外高雄日常366 还有我们跟文化局的大港阅兵活动 以及蓝宝石真爱秀重返70年代的歌厅秀 那另外台湾文化创意博览会 也会在八月登场 目前全台BA2的威胁逐渐的减少 也因此开始推出了后续的活动 以及相关的振兴计划 只是接下来还要面对 BA4以及BA5的入侵 出入境目前采用更严格的PCR检测 民众在机场接机的时候 也要更加注意 当然暑假期间外出游玩 也要做好相关的防疫措施 记得崔康佩高雄报道